最后一个我们在Google相簿要跟各位介绍就是 到底要怎么删 因为如果你是一般的相簿 我们在删除的时候 你都会看到有话 你如果在删除Google相簿里面的那些内容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请你注意哦 你的删除的时候 你的相片库还有你手机相簿内容会同步删除 有没有 有些人就不敢删啊 想说啊这样删了不就 本来是一了百了啊 对啊因为有他好处啊 就是我删了那就跟他跟我同步了 是不是有一次就全部解决 但是有人就怕说不留一点点 怕以后会后悔 那如果你真的只是想要 就是我这张照片反正我刚看了 我确定不要 那你不管是有没有传到云端 那如果说我手机上的因为我可能空间不太够了啊 我只想把这张删掉 也许我已经备份完成了 对不对 备份完成了 那你这个部分呢 你要单独删 你必须要在手机上个别删 那这里呢有一篇介绍的文章 大家倒是可以参考一下 这里我就把它稍微销毁一下 这里 那这里介绍的几种就是 有没有删除的方式 这是最标准的方法 就是我们刚看到的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的手机空间不够了 就是空间比较少了 其实呢他也会有一个 Google相簿呢 你在用的时候他会有出现一个讯息说 我要你的空间快用完了哦 我要不要帮你把 已经备份到云端的那些照片 从你的手机上就清掉 对不对 因为云端空间不限嘛 那你在手机上总是空间有限 所以他也会出现一个 这是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说反正你就 空间不够了 他就帮你清 就帮你清 这样也是一种方式 那如果说你只要针对某一张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从下面这边来 在这里 你进到那一张照片之后 就进一样进到那张照片之后 在这里 你不要直接点 本来我们正常都是在右下角 或上面有一个垃圾桶 但是呢 你不要点那里 而是要点那个选单 就是上面这个选单 他就有一个叫做 删除装置上的副本 这个选项 等于说 你要删除单一张的时候 你要选择这里 他才不会连云端都一起删 这个是稍微要留意一下 所以这个 很多人刚开始会有这种困扰 说奇怪 每次要删就跳出一次删干净的 他会有点害怕 怕说这样会不会误删了 所以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是使用Google相簿 比较容易 大家有点困扰的是在这边 好 那Google相簿的部分 我们这样分享之后 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啦 也许有一些东西 你以前不曾用过 但是不得已 反正现在云端时代 既然东西都在上面 我们就要善用一下 善用一下 好 好 好